我和我最好的借強 我緊張小天陪無恨 台灣天團五月天 回到那一天 二十五週年巡迴演唱會 四月三十一號來到香港 現場集見了大批歌迷 來一睹風采 除了演唱熱門歌曲外 充分的五月天也開放粉絲點歌 花號周杰倫 你知道我們也有一個彩虹嗎 我剛才是因為看到你的彩虹 我想說前幾天都下雨 那今天就來個彩虹 嚇那個啦 嚇什麼啦 嚇那個啦 不要欺負我們 我們是五月天好不好 帶來的是張惠妹的彩虹 歌迷點歌要聽彩虹 不過卻是周董版本 結果最後瑪莎開口唱的 竟然是梁靖茹版本 愛開玩笑的五月天也不忘在台上 與歌迷朋友台杠順便說任笑話 那你看到有人跟你揮手 有啊 他是叫你過來買單 但演唱會結尾 天空卻不作美 下起暴雨 五月天因為不捨歌迷淋雨 上場直播夾碼40分鐘 但以為大雨淋壞設備 導致器材故障 一號場是被迫延到九號才能唱 等出發狀況不止這一件 一號下午在彩排時 舞台上的巨型漂浮臭 突然起火燃燒 首先火勢很快就撲滅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相信音樂也表示演唱會 在九號會準時登場 要歌迷朋友別擔心 繼續文章